我們去到昨晚12時 就是有11宗確診個案 其中7宗是輸入性個案 有2宗就是 是一些之前 昨天我們說過的個案的 輸入性個案的家人 就是5124和5125的 就是他完成了酒店檢疫 去了一個親戚家 那個家人都有兩位是 確診個案 這兩位都是我們安排 我們知道5110 是一個初步確診的時候 就安排了這兩位人士 因為他們都有些病徵 去了醫院 就是測試是良性不陽性的 另外我們也有一位 是和之前的個案 有些相關的個案 這個比較複雜的 他就是5123 38歲女士 都是由泰國來港的人士 他就應該是3月中到港 去探朋友 所以他來了香港之後 就住在一個地方 那地方應該是和其他泰國朋友一起住 就是在尖沙咀浩荔大廈 據他們說 10月2日到 知道有泰國這類的外遊人士 就是確診 所以他們擔心 就搬到去酒店 有些就是一起搬到過去 有些就分開了 我們也送了這些人士 就是去了檢疫中心 其中一位 都是一個初步確診的個案 那位初步確診個案就是 就是 都是35歲 那就是在 就是 在香港的 就是已經是香港有家人的 不過因為 家裡有些原因 都是去了 那個 浩荔大廈那裏 就和這位朋友一起住 那樣 而當時在2號 他就是 轉了去 另外一個地方住 那他呢 其實我們再問回 他跟之前我們有一位 5111 就是一起去尖山水 旺角逛街的位置 那我們回頭再問回5111 那他都確認了這樣的資料 那就是之前他給我們的資料 就是有誤的 那我們都不排除 就是因為 就是他們給了一些不正確的資料 我們我們是 就是會研究一下 是不是違反了CAT599D 那有需要的話 我們可能會起訴的 那還有一位 另外一位呢 就是沒有源頭的個案的 那這個呢 就是5122 那她是46歲的女士 那她就是做文職的 那同家人住在 青衣南程灣五座 那是上班就是 回到葵聰捷聯大廈那樣的 那平時都是上班下班 那就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去的 就是除了她在家裡樓下 可能買東西吃 她9月24號就開始咳 那9月14號呢 就曾經去過尖山嘴廣威酒店的 就是吃過這個自助餐 就是午餐自助餐 那她說都是 就是出去拿東西的時候 都是有戴口罩那樣的 那為了請信呢 我們都會 去港威酒店的那些員工呢 我們都會派發兩本樽 那希望幫她們做些測試 那另外去9月28呢 都試過在葵興的九龍貿易中心的那裡 就吃過一下這些三文治 那樣我們都會派發些樽 就是給那裡的員工 那樣 好